我剛才看到一個股票當初欸 每天可以賺身到6000 每天每個月就5到10萬 我是不是又不用工作了啊 Perry 我剛才看到一個股票當初欸 每天可以賺身到6000 然後每個月就5到10萬 我是不是又不用工作了啊 所以 你老闆在哪 你要去第一次層了是不是 好應該這樣講 你看到那個廣告 它是教你什麼股票當初對不對 對啊 我之前好像已經跟你分享過 股票是什麼概念了嘛 有 所以你現在不明白的是當初嘛對不對 對 那你知道什麼是當初 不知道嘛 所以當初應該說 它是在一天之內呢 把一個股票同時做了買跟賣這件事情 哦 就是在一天之內呢 這個股票你就是從持有變成就賣掉了 所以它就是每天呢 在一天當中去賺取那個價差 對 那它除了告訴你每天可以賺3到6000之後 還有跟你講什麼 好像它比較厲害的地方嗎 好像還可以不用本金耶 不用什麼本金 哦 好像不用本金 所以它好像是不用本錢 就可以每天去做股票當初嘛 對啊 那你覺得聽起來好像不錯 對嗎 嗯 好像是很吸引人 但是我說 要做這件事情之前呢 你要先去了解這個遊戲規則 嗯 那你可能要先了解什麼叫做不用本錢 現在的一般的股票的話 就是你買這個股票 比如說你買一個10萬塊錢的股票 你要10萬塊錢嘛 對啊 那它不需要 那它需要的錢是什麼呢 它說 每天讓你賺3到6000 但我必須問 你覺得有沒有可能 它每一天有可能會出錢 它都會賺 應該會賺吧 以我的經驗是說 確實有可能每天讓你賺3到6000 但是它有時候呢 可能也會讓你出現一些虧損 那你出現虧損的時候呢 你這時候 你其實還是必須要有一點點錢的 嗯 你不可能完全戶頭 一毛錢都沒有 就去操作這個商品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嗯 你還是需要準備一點點的資金 嗯 那當然說 它也許這個課程呢 它有一些 嗯 它固定的方法 跟固定的策略 可以讓你做到 有機會每天賺3到6000 但是呢 我們比如說這個東西呢 可能你要花一點時間 去 至少你每天要看著那個手機 可能要花一點時間下單 對嗎 對啊 等到你 你們公司是上班 可以看手機下單嗎 嗯 不太行 所以你變得要常常去跑廁所是嗎 嗯 可能不太好 對嗎 因為我相信很多人 學了這東西之後 他每天上廁所 事數變多了 嗯 我覺得這個會 多多少少會影響到他的工作 而且 我剛剛講呢 如果你是真的是在做投資的話 其實 大部分我們都會看 時間都會看長一點點 嗯 我遇過最不好的狀況就是說 假設你是做這個當充 那如果今天 你賺錢了 那當然開心恭喜你 但是如果今天呢 你可能因為 欸 比如說我們周邊的國家 比如說川普啦 嗯 或者是我們對面的國家 周邊的國家發生什麼大事情 好像我們的股市都蠻容易受影響的嘛 嗯 那這時候呢 可能也許你賺錢的機會就變得相對比較難 也許你可能就出現虧損 那你要想想看 如果你在白天的時間 我們開盤時間是白天嘛 嗯 你的帳上出現虧損了 我相信很容易影響到你整天工作的心情嘛 嗯 那二我覺得這樣子投資本來是要改善生活 這樣子變成是改變你的生活 本來只是想學一個投資 好像帶來點額外的收入 結果呢 你整個生活完全變得掉 那也許你因為你工作態度不好 工作的品質不好 也許你連工作都丟了 這樣的狀況是不是你可以接受 是不是你想要的 那你再自己去評估看看 那像我之前講的 你要去學習一個客人之前 也許你可以先去試著聽聽看 這個老師的教學模式是怎麼樣 然後是不是他的方法是你聽得懂的 然後那方法是你比較適合的 嗯 然後是你喜歡的 你可以再去慢慢做考慮 你願不願意付出這樣的代價去學習 哦 對 所以你會再花時間去多了解一下 嗯 那我還是不要好了 對 所以我的建議你還是 先從一個你了解的東西開始去接觸會比較好啦 好像了解其實你比較容易一點 就了解公司啦 了解你在消費 甚至是你會接觸到公司 甚至你工作上會遇到的公司 嗯 你可能會比較容易懂一點 對 我前面有提到說 投資呢 其實是比較長期的 嗯 那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 今天你的朋友他開了一個餐廳 嗯 他要你投資在他這個餐廳 也許10萬塊錢 那我相信你應該不會投資10萬塊錢給他之後 你馬上隔天 就去問他餐廳開始賺錢了 不會 應該不會嘛 嗯 你投資他10萬塊錢在他公司 這個餐廳 你是不是餐廳股東 是啊 其實應該會有機會說 哎 你餐廳開在哪邊 我是不是有機會 去做做 吃吃看 然後去看看 看你生意好不好 嗯 你經營都不OK 然後這個店 你感覺會不會賺錢 嗯 那甚至是 你那時候是以股東的身分去的嗎 哦 你比較像是股東在選店 就是這個概念 對 那你去看看 其實你就實際了解到 他營運的狀況 對 甚至說 他是不是真的有在賺錢 嗯 對 那我相信也許在 三個月 六個月 甚至一年之後呢 也許你就會知道說 哎 股東 公司如果賺錢 股東會分紅嗎 嗯 那也許這個時候 你才會想要去瞭解 你當初投資的這個餐廳 到底營運正不正常 他開始賺錢了沒 嗯 因為 其實你做任何一個生意 開始都有些成本 是 其實你都知道 不會馬上有回報 嗯 那 其實很多人都不明白 這個才是真的在做投資的心態 你應該要給公司一段時間 讓他去 至少讓他去把他的商品賣出去嘛 對 賣出去才有賺錢 然後賺錢才跟股東去分享 嗯 所以 你應該是投資 應該要把時間幹得更長 那我還是乖乖投資股票好了 股票還是相對比較容易 理解跟相對比較穩定的投資商品 嗯 以上就是今天的Perry小教室啦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歡迎幫我們訂閱按讚 或者是開啟小鈴鐺 那如果有問題 就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們囉 那這一次就到這邊 掰掰